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闻派很惊奇 我是大宇 那么2024年1月呢 台湾要进行一场新的总统选举 对此呢 前美国情报官大卫绍尔在8月1号出席了 由华盛顿时报基金会主办的《华盛顿简报》线上研讨会 大卫绍尔在会上说呢 中共不断进行军事准备 并且在从俄乌战争中吸取教训 包括呢 他们要想办法捞钱提升经济 避免国际制裁影响 这些行为呢 是明显有战争意图的 但同时呢 他也说 因为前几年的清零政策 对中国家庭影响很大 中国整体经济不行 难以支撑一场战争 所以呢 中共应不会在近期发动对台湾的战争 而是可能等到明年初的台湾大选之后 再评估战争行动 不过呢 针对这一次台湾大选 中共也是有打算的 大卫·沙尔说 中共目前的战略是 从内部掏空台湾 具体做法包括扩大资讯战 军事恐吓 政治经济操纵等等 目的是在大选中呢 选出一个亲共 而且愿意跟大陆统一的 所谓台湾中华民国总统 而且中共呢 目前更偏向于这么做 就是从内部掏空台湾 显而易见 这样做成本更低 因此呢 目前阶段 台湾人民呢 不只要对中共武力防备 更要守卫好自己的言论空间 避免中共制造和加剧台湾内部矛盾 从而浑水摸鱼 搞出一个亲共的政府 那对台湾来说同样是有很大风险 在这位军事专家的警告之外呢 美军也在为防备中共武力攻台做准备 美国空军计划在澳洲北部 兴建一个任务规划和作战中心 这是美军在当地4亿多美元建设计划的 当中的一部分 澳洲以北呢 就是印尼 那再往西北去 就是菲律宾 台湾 美军建这个呢 肯定不是为了防印尼 显然一见呢 这第一呢 是为台海的潜在危机做准备 那另一个呢 就是保护澳洲盟友 以及美国在太平洋的利益 中共近年在这个区域呢 活动也很多 而且呢 双方在情报阵线 也一直在较量着 今年7月20号 美国中情局长伯恩斯 在阿斯彭安全会议上呢 透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 就是美国在重建中共国情报网络上 有很大进展 结果呢 此言一出 8月1号 中共国家安全部在新开的微信号上啊 就发了第一篇文章 号召全民反间谍 其实呢 跟这可能都有关系 中共它现在呢 是抱着你死我活的那种冷战思维 虽然它嘴上口口声声说什么 永远不称霸 不扩张 不谋求势力范围等等 但实际做的恰好相反 甚至很卑鄙 最近呢 美国就收网抓了两个潜伏在美国军中的特务 都是在美国海军服务的华裔军人 一个是人在加州的 现年22岁的魏金超 2022年才入美国籍 就开始出卖美国 违背了自己的入美誓词 它把美军的军舰武器性能的弱点 甚至其具体位置都用照片等方式交给了中共 干了这么一个卖国的蠢事 中共就给了他5000美元 比人家美国努力送外卖的小哥 一个月赚的都少 另外一个叫赵文恒 26岁 在加州的一处海港军事基地当工程师 他比那个魏金超强不到哪去 中共只给了他14000多美元 还不够买一辆像样的二手汽车 然后呢 他把美国的重大军演 冲升基地的机密信息都卖给中共了 卖的这么便宜 真是败家子 结果呢 两人以极其微小的回报 向共匪出卖国家之后呢 现在各自面临着最高20年的刑期 但请大家注意我刚才的用词啊 美国在收网 其实呢 这些案子一定都是很早之前就被发现的 这两个人呢 早被FBI盯上了 只等着搜集到足够的证据 并且等待到合适的时机 把他们给收了 而在美国收网 抓中共间谍的同时呢 中共习近平当局啊 他们也在这么做 在收拾火箭军 而且可笑的是呢 按照我的一位媒体朋友的说法啊 这两边抓的都是华裔 真的有点让人哭笑不得 那中共这边呢 根据前中共海军官员姚诚等方面的爆料 也是因为泄密而起 就是消息还没有最终确认 那有的说是呢 最高可以牵涉到中共火箭军的最高层 一个是副司令吴国华 他在美国留学的儿子出卖了信息 而吴国华在7月初被曝自杀 那也有的说呢 是火箭军的司令啊 李玉超他在美国留学的儿子啊 不知道到底哪个是最终的答案啊 但总之啊 是有人把火箭军的资料 泄露给美国 美国的军事机构和智库 才在去年和今年 分别出炉详细的报告 标记了火箭军的详细的 关键的基地位置 官员体系的数状图 及其官阶姓名等等 海量的关键信息 那当然了 人在台湾的日本裔的 知名媒体人石板明夫 自己呢也有一项分析 甚至美国呢 很可能是故意释放出了信息量巨大的 有关中共火箭军的报告 刺激啊生性多疑的习近平 展开内部的大清洗 造成中共体制内的混乱 而从现在外界能掌握到的消息来看呢 中共啊也确实在整肃军队 火箭军为主 同时呢震慑整个军队系统 8月3号 中共的解放军报啊 在头版发了一篇文章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啊 那现在党是谁啊 习近平把自己打造成了 独一无二的中共党的老大 其实呢 说是中共的掘墓人还差不多 那所谓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也就是习近平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在这篇军报的报道中呢 郭伯雄 虚塞后 房峰辉 张扬这四名军中的大老虎啊 他们再次被点名 并声称呢 要彻底肃清这些人的流毒影响 这意味着 新平还没有达到对军队的绝对掌控 因此呢 新平近日啊也变更了军队系统的一系列人事安排 那么7月31号 新平任命王厚斌为新的火箭军司令 徐熙胜呢为新任的火箭军政治委员 那对应的就是前火箭军的司令李玉超 还有前火箭军政委徐中波出事了 而火箭军这把火呢 可能还烧到了今年3月卸任的前中共防长魏凤和 他是原火箭军的司令 那另一个就是现在的中共防长李尚福 因为上个星期呢 中共军委的装备发展部发出公告 要追查采购贪腐 监管失职 泄密等等问题 而关键在于呢 倒查的时间呢 一直回溯到了2017年的10月 刚好涵盖了张又霞卸任了装备部长李尚福接任之后 所以呢 李尚福在装备部任职期间呢 是包括在倒查时间范围里的 因此外界认为呢 李尚福也在危机之地 好了 现在大家已经知道了 火箭军的几大军头啊 甚至之前的都纷纷出事 而且是确认的 这就已经很不正常了 此外呢 新平还在近日呢 更换了东部战区的空军司令 新上来的人呢 叫吴俊宝 此外 7月底8月初 外界发现呢 南部战区的空军司令也换人了 由南部战区的副司令 乔向济兼任 8月2号 媒体报导显示呢 西部战区的参谋长也换成了 该战区的副司令张健 由他兼任 显然呢 这些位置都出现空缺 才由另外的人兼职顶替 那这些军官更替呢 也都出现在高层 实际上呢 被更换的那些人呢 也不是在位置上待了多久的老油条 也都是 近年习近平提拔的 那也就是说呢 习近平的疑心 正在不断促使 他让新的自己 否定过去的自己 这很可怕 中共体制内呢 将没有人觉得有安全感 那这种感觉呢 会像传染病一样蔓延 最终也会危及到 习近平的自身 也正是这种对于权力安危的疑神疑鬼 现在中国华北 东北的严重暴雨洪灾 根本就不是 习近平的首要关注问题 8月初 这又到了中共高层领导休假的 所谓北戴河假期期间 也是这帮马虎幼鸟们 聚集商量 下一步怎么运作权力的重要聚集 外媒对于现在北戴河 正在开会的观察呢 有一个重要的依据 就是8月3号 中共的政治局常委啊 习非常信任的满夫莽翰蔡奇 在北戴河度假期间呢 看望57名 也在那里休假的技术专家 而所谓看望的最主要内容 就是告诉他们 别忘了维护习近平 这很可能呢 也是本次北戴河会议上的重点 外媒的报道直接点到 在这个洪水滔天的时刻 新平们显然是觉得政治安全 和对美国的斗争 要比淹没无数生灵 还有民生物资的洪水更重要 而在几天前呢 中共七常委的公开活动也都暂停了 佐证这帮家伙 真的跑去北戴河度假兼开会 那实际上呢 他们讨论的很可能还涉及另外一件事 那就是秦刚 在8月2号 独立视频人蔡慎坤就发了一篇推文 提到秦刚目前在党内的处境 不过呢 没有著名消息来源 所以呢 有网友的评论呢 有支持和质疑两种声音 我可以把这个内容呢 先分享一下给大家参考 那推文说呢 秦刚被处于党内严重警告和行政 秦大阁处分保留国务委员 说其实是2018年下半年跟傅小田相识 2019年2月到2022年10月 在婚姻存续的情况下 两人在北京 华盛顿 洛杉矶等多地发生关系 期间呢 秦刚还协助傅小田的外国男朋友 处理合同纠纷 只是呢 最终没有帮成 同时呢 秦刚还帮助傅小田采访外国政要 2021年底 秦刚跟傅小田商定 要傅小田给他代孕生子 2022年11月 傅小田在美国代孕生下了儿子 那也就是大家现在称为 秦二的这个小baby 但秦刚告诉傅小田 这小孩不能入美国籍 但到了2023年的3月 中共两会召开 秦刚正式升任国务委员之后啊 秦刚就中断了跟傅小田的联系 非常鸡贼啊 那傅小田呢 于是转而给其代孕而生的孩子呢 入了美国籍 那么5月 傅小田向中纪委举报了秦刚 导致秦刚在6月消失被查 7月 秦刚被正式免去外长一职 但截至我们今天发稿啊 秦刚仍保留着国务委员的职务 而外界对以上说法的主要质疑之一是 仅仅因为傅小田仪式中纪委就把秦刚给查了 似乎可能性有限 如果单单是为了这件事可能就压下去了 所以大家的疑问还在于 秦刚如果是遭遇整肃就一定是有其他政治上的原因 只是啊这个黑箱被捂得太严 到现在呢没有一个能够服众的说法 而秦刚消失一事呢 显然被突如其来的京津记大洪水 把其关注度给冲低了很多 对于本次洪水呢大家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 就是当局为保北京天津雄安等这些城市呢 不科学而且无足够预警的 向河北广大乡镇泄洪造成了诸多不必要的损失 前《魂球时报》的主编胡锡进又为当局辩护 说什么要大家不要相信反常识的讹传 说这个不是京津记为了泄洪造成了河北的洪灾 但不久呢就被河北省委书记倪岳峰亲自打脸 该书记呢为向习近平当局表忠在8月12号 前往保定和雄安检视防汛救灾工作的时候呢 喊了句口号啊 说要减轻北京的防洪压力 坚决当好首都的护城河 这一句话就把胡叼盘的脸打肿啊 看着都疼 其实呢河北省应急管理厅8月2号就说了 为了缓解京津地区的防洪压力 河北陆续启用了7个旭制洪区 分减洪水18亿立方公尺 实际上可能更多 这都是中共为保北京天津向河北地方泄洪的证据 那现在更多的民间证据呢也流传出来 一位知情者在网上曝光说 洪水从北京泄出后啊 当局下令挖开流经浊州的北巨马河 还有小青河的堤坝 不让洪水流向雄安 保习近平的项目 这是真正目的 然而呢洪水原本就是要流向雄安的 那个区域的白洋店呢就是天然的泄洪位置 把水泄到那儿去 不至于像在卓州这么严重 水深达到4米甚至更深 那在市区啊 卓州是为了保北京 而为了习近平的雄安项目 而临时找出来挡洪水的 7月31号晚 去挖堤坝的中共公安武警 还跟堤坝边的民众起了冲突啊 决堤泄洪 当时呢就造成了大批的人员死亡 但是当局隐瞒不报 在河北来水地区呢 当地有一位居民说 家中大娘二娘他们两家人中啊 都有人遇难 那里被洪水淹过的土地上 也露出了一句句的遗体 7月31号到现在过去好几天了 这些遗体啊都开始腐烂 就被临时用塑料布啊 雨布给盖着 当局还没有派人来管 还有好多猪牛狗羊 这样的动物尸体呢 也都是腐烂着 空气中啊散布着异样的气味 往往大洪灾之后呢 都要防瘟疫 也都跟这些问题有关 如果这些遗体啊 不及时清理 也会造成后续的麻烦 然而在这样的时候 8月3号 卓州保定来水县等 共产党抢劫当局 就人不积极 却发出什么捐款公告 让人们捐钱 随即遭到痛骂 周周本地很多民众啊 直接劝大家别捐款 因为民众拿不到 北京也一样 当地的红十字会 又跑出来募捐 发出口号称什么 文讯而动啊 持援北京水灾受灾群众 你把洪水泄到河北 到处都是 反过来还要别人给你报销 真是岂有此理 绝大部分网友呢 也都看这事儿不对劲 甚至呢 是看着来气啊 就在评论区留言嘲讽 说捐个锤子啊 捐个屁啊 要么就是不如直接给 郭美美买个新钱包算了 等等 因为此前呢 这个郭美美啊 拿着红十字会的善款炫富 暴露了红会的腐败 成了红会贪腐的典型事件 人们光骂还不解恨 好多人只捐一分钱人民币 以此来给红十字会难堪 也在网季啊 纯为笑料 而红十字会呢 还嫌脸不够疼啊 竟然呢 把这种捐款行为 公开称为恶意捐款 那干脆大家把一分钱都要回来吧 他不退款就起诉他 那不是恶意捐款吗 那一分钱你都别拿 此外呢 河北桌州的救援队呢 还被曝光倒卖救灾物资 要么就是官员百派不作为 等等啊 乱象丛生 这个政权呢 真的快完了 而到了8月4号 大陆再次预报 京津冀啊 东北等9个省市 还会遭遇雷暴大风 或者是冰雹 将不止威胁人命 也会重创 各个省份的粮食产区 那现在呢 台风在中国东北的粮食产区呢 已经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黑龙江省知名的大米产地 武昌市被洪水淹没 而武昌市上游的龙凤山水库 事后呢 还在加大泄洪 当地一位农人说 一望无际的稻田全被淹了 水位还在上涨 现在正值水稻抽碎的时期 淹两天就不行了 那也就是说呢 当地这一年的水稻产量可能都没了 面临绝收 这样的话呢 中国又要面临粮食供应紧张 食品赋食涨价 这很可能啊 是不久之后的又一重危机 而与此同时呢 8月4号 黑龙江的牡丹江 拉林河 蚂蚁河 雅鲁河 四条河水啊 都超过了警戒水位 持续威胁黑龙江的很多区域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派眼惊奇 欢迎您分别关注和订阅 我在干净世界和YouTube上的 新闻派眼惊奇频道 更多节目信息 您可以查看我的置顶留言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